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早上九点 海滩上面已经有好多人在盛浪了 也有穴的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2分钟退房 然后下午4点40的飞机 我后悔昨天去免税店去买很多免税商品 因为免税商品你必须提前三个小时 到机场去拿你买的东西 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冲浪了 但是没办法 我们必须12分钟就出发 然后一个小时到机场 所以现在还有两个小时 就是临时在最后再玩一串 昨天还蛮尴尬的 这个衣服穿反的 这个拉链其实在后面的 我穿到前面去了 这个女孩子好像受伤了 这个女孩子好像受伤了 空浪还是属于极限运动啊 好累啊 实在是太累了 时间也来不及了 就准备退房 有机会的话下次再来吧 这个冲浪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学会的 这需要把长时间泡在里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 还车大概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 拿东西 免税店里面的东西三个小时 四点半的飞机 大概时间还是比较紧张吧 你看又堵车了 后海村就离吴兹州岛的码头 往里面走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堵车啊 所以我的车没有停在渔村里面 是停在吴兹州岛的免费停车场 在前面 所以现在要走过去免费 挺好的 免得也出不来 148 环车在附近加油站加的第二次有148 两次上次加了168 到机场了 三样免税的这个货物拿到了 给大家分享点小技巧 这是 嗯 我看看 这是三样这边卖的这个货 这边有个 看到没 出发厅有个2 2 2呢 就是在 215这块 左手边 这里就是免税提货点 也写了个2 看到没 如果你的那个飞机票上面 飞机票上面是个1 那就是在 就是进行安检的右手边 就往这前面走 是109吧 当时不是说要我提前三个小时 到机场吗 其实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提前一个小时一个半个小时 正常登机时间稍微多 给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觉得可以了 他这边提货点 你看 有好多好多人 就有这么多窗口 就完全没必要提前 三个小时过来 对不对 这边 刚才询问这边提货的小哥啊 就说 到底什么时间来比较好 他说提前两个小时 提前两个小时来就OK了 他提前太早的话 他就是那边的货他没有送过来 比如说你买了多少天 他就可以放在仓库里 仓库里没有限 所以他一般是提前几个小时 才到达这个 提货仓库啊 所以提前两个小时到这就OK了 完全没问题了 浪费一个小时 你看 这一个小时我可以冲冲浪多好 唉 好了 登机吧 好 好 好 我倒是